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婴儿试诊呢 我们的护理呢 去需要这个爸爸妈妈 或者爷爷奶奶 从这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关怀 但这种关怀呢 不代表了溺爱 也不代表什么都不敢碰 什么都不敢用 我们说从衣食住行方面 很多家长呢 会存在这个误区 说试诊 我一定不能再洗了 试诊 我一定让它干着 不能抹油 试诊 我一定给孩子什么都不能吃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误区了 所以我们的护理上 如果要讲的话 这是一个内容非常多 那么简单 我们讲从这几个方面 首先吃 你要明确它对什么东西过敏 过敏东西不能吃的 不过敏东西不能严格禁忌 这样孩子会缺乏营养 第二穿 在穿衣服上 我们建议穿唇棉的 尽量不要穿化纤 含毛的 这不在于禁忌条件好不好 因缘性的一些材料 我们尽量不要去 让孩子去接触 尤其是化纤的 还有毛质的 那么第三点呢 在这个洗 湿疹的孩子 因为它有森畜 有结痂 还是可以洗的 每天洗一次 但是掌握一下 就水温不能太高 不要高过体温 每次洗的时间呢 在15分钟到20分钟以内 洗完以后 一定要给它呢 这个在半干的情况下 要涂抹一些润肤油 这非常重要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涉及到 我们家里面 养的一些植物 和小宠物 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 我们要密切观察 孩子对这些东西 是不是存在过敏 如果过敏的话 咱们只能认同各爱了 不能再接触